她想要26歲之前 要結婚 想生小孩 然後開始問就是 就是安排一些 就是為她的寄生 兩年內耶 對 然後就是說 當初 那時候我們 我們要住在哪裡啊 要回去瑞典 還是在台灣 還是 就是開始說了這種很多話 然後我就是 就嚇到馬 所以我跟她說 我現在還沒有要結婚 我沒有這種想法 然後她就是 就是會變 就馬上就變了 因為她就是覺得 你沒有要跟我結婚 不夠愛我 那你幹嘛要追我 你幹嘛要浪費我的這個青春 你的目標不一樣 對 那我就是一直說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要結婚 如果以後要結婚 好 那我們就結婚 可是我沒有一定要的 我沒有這種想法 然後她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 現在就是 你以後不是打算跟我結婚 那就不要在一起 那你現在跟你這個太太 是被逼婚了嗎 不是 而且好笑的是說 我24歲 所以其實是 對啊 但是因為我跟我老婆結婚 不是說 因為年紀大了 或什麼 我就是因為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我就是我比較 不是隨性 可是 因為我們在一起 也不是說 我們要結婚 我們也不是為了結婚 在一起 我們就是交往了 然後就是 感覺很不錯 然後就是很合適 然後就說 那要不要結婚 那我們就結合 你這一段講得很棒 回去 應該沒問題 對 可以進得去的 可以進得去 對 不會鎖門 對 今天可以還好地睡覺 OK 你知道我跟女朋友開玩笑 我就跟她說 在烏克 不是男生跟女生求婚 是女生跟男生求婚 那我們就去到台北旅行 然後哪一天是情人街 然後我就請她吃大餐 然後送給她好的禮物 給她iPhone6 她就很感動 然後很開心 之後才聽 她就給我求婚了 喔 然後就這樣 哇 那你戒指收下來 不是 不是 我以為她拿出來的時候 才華姐會跑過去搶耶 不會啊 沒有啦 所以你知道我那邊很尷尬 因為一方面大家看 為什麼女生求婚 然後一方面又說 要怎麼樣 然後大家看我們 然後這樣 你這玩笑太大了 你好大 我跟她說好 OK 然後你後來呢 然後我跟她說 我跟妳開玩笑 這不是真的 為什麼妳跟我求婚 她怎麼講得好像 她被仙人跳一樣 真的 可是是她看了一個 很奇怪的男生 對啊 你單身有單身的好結婚 對啊 是 對不對 所以說那該嫁就嫁了 願有情人終成眷屬 但是媽媽有說不能嫁去日本 對 是不是 茶花姐 雖然媽媽說我不可以嫁去日本 非常棒的浪漫愛情喜劇 非常感動的地方跟溫暖 希望大家呢 可以一起上電影院來看我們的 好 雖然媽媽說我不可以嫁去日本 好 謝謝 茶花姐 謝謝 那今天呢 也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謝謝 你好 好 好 好